我们学佛人知道 我们学了佛之后 我们很有能力 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 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心情 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脾气 而看看那些整天暴跳如雷的人 你会看到他很可怜 因为他像一匹失去缰绳的野马 他会撞死的 所以学佛人不与人争 好好地修行 让别人刮目相看 那是一种佛的境界 有佛的境界 就是在于能够开悟人生 解脱放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